摘金奇缘制片人周恩·派诺蒂 周一在中美电影节合作峰会上透露 摘金奇缘续集中国富豪女友 计划在上海拍摄 续集依然根据凯文官所著同名小说改编 故事主要发生在中国 设定在前作两年后 派诺蒂称 目前不清楚制作人们是否会交续集 打造成正式的中美核拍片 他们公司SK Global不太擅长做核拍片 摘金奇缘由华纳发行 目前全球票房累计2.32亿美元 北美贡献1.77亿 中国内地11月30日上映